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今天大市走勢當然強勁,由頭升到落尾 恆指最後收21913,升至170點 成交只有507億,不算很多 不過現在立即有個疑問,大市升穿了昨天所說的21850區之後 會不會升得太快,升得太早呢 當然,今日港股之所以能夠上升就是因為A股 昨天竟然好數據它不升,它要跌 今天終於升了,慢了半拍 不過它升的原因就是市場傳聞說 這個周末又說減RRR 估物論這個傳聞是真還是假,我們在這一刻無法知道 不過,A股其實這陣子走勢 其實都仍在低位上升落落 今天雖然它升,只不過是升了11點 收2027,這個傳聞除非真的要落實 如果不是,很可能都仍在低位上升一段時間 不過整體來看,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好起來了 中國經濟好起來,A股應該是慢慢走出谷底 這個是一個長期一點的走勢應該是這樣看的 可以帶動到中港股市上升 回到去看,我們看昨天美股就是優市 今天服市了 美國和歐洲其實還有很多引優 服市之後,美國財政懸崖 今個禮拜大家知道,沒有話說 沒有談過 下個禮拜財政懸崖談判究竟會怎樣 一談判的時候,可能市場又會有些緊張 另外歐洲方面,大家都知道希臘的問題 未完全解決了 歐盟和IMF還在談判,究竟怎樣解決呢 我們亦都要等下個禮拜 所以說,今個禮拜很好走勢 但是下個禮拜,我們仍然有隱憂 在日線圖來看,我們看到是恆生指導突破了 不過在周線圖來看,我們今次是一個後秋元 剛剛第一週的上升 是不是這麼快會破頂再升穿呢 我有疑問的 今天其實帶動大市上升的 主要是內房股和本地的房托股 內房股方面,其實看到中國海外領先升 它升穿了長期上升通道的頂部 其實反而這些是要小心的市況 即是說比較好些 八例,八例這個就看到它是突破的 如果說國企股方面 其實一拖都做得不錯的 另外如果說短期,high beta股 可能今天的水泥股 中國建材,你都看到有些突破 展望後市一句這樣說 用一個形容詞就是 大市伸於憂患 現在外圍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剛才這樣說了 短期其實未必是這麼快可以有很大幅的上升 不過,伸於憂患的意思是 它走三步,可能有移動一步 移動一步,移動一步半,甚至兩步 總之就反覆慢慢好 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大家